10月16号到24号进行的国考报名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截至20号已经有将近39万名考生通过审核 仍然有703个职位无人报考 在所有的报名职位中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一处处任科员及以下职位 仍然以3016比1的竞争比例保持了竞争最激烈职位第一名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研究二处处任科员及以下 和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队京西调查队办公室科员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